我敢说80%的人都没有看过这部黑帮电影 因为题材过于敏感暴力 以至于刚上映就被各国列入了限制级影片 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被限制的经典电影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韩国 当时的首尔还不像如今这么繁华 周边大部分地区都是荒野农田 在首尔南郊的江南区生活着一对患难兄弟 哥哥叫白永齐 弟弟叫金中大 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同小一起在孤儿院里长大 两人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靠捡垃圾维持基本的生活 兄弟俩每天一起打架 一起分吃一包方便面 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 小小的灯泡是他们唯一可以取暖的工具 看着其他孩子围坐在父母身旁 中大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 可现实往往比梦想要残酷得多 这天早上一个颤抖突然从天而降 将他们唯一的栖息之所捣毁了 原来开发商想要强征这片土地 于是雇佣当地黑帮负责拆迁 于是雾不仅房子没有保住 两人还被抓去暴揍了一顿 可他们却因此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转机 就在两人受罚之时 一个叫老江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是本地长安邦里的二号人物 在首尔南部有三个最大的黑帮势力 分别是伐桥邦的张德彩 天安邦的杨基泽 还有长安邦的南顺哲 这天三位老大受到邀请齐聚一堂 原来当下正值总统大选的关键时期 为了破坏对手党派的选举活动 徐嫖两位议员想请三大黑帮出手帮助 并承诺事成之后 将市中心所有商店的经营权分给他们 这可是一块不小的肥肉 男老大立刻就来了兴致 可二把手老江却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建议不要过多参与这种政治斗争 况且破坏总统选举可不是什么小事 没想到男老大却说 既然老大心意已决 老江只好开始召集人马 回到据点后他正好看到挨打的中大和勇齐 因为人手不足 兄弟俩也被拉上了大巴车过去充数 为此两人还得到一笔钱作为酬劳 这可比他们捡一个月破烂都要挣得多 很快三大黑帮的人就冲进了目标党派阵营 众人二话不说直接上去开砸 兄弟俩还是头一回见识到这种大场面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出手 贪吃的勇齐由于路上喝了太多牛奶 还没等上场就匆匆溜去了厕所 这是一个人上来偷袭中大 中大顺势开始反击 他在人群中越战越勇 这也引起了老江的注意 与此同时 厕所里也爆发了战斗 还没拉完的勇齐被迫出门迎战 可混战之下 他不幸被一记闷棍爆头 随后便晕倒在了地上 这时外面突然警笛声大作 众人纷纷开始向屋外逃跑 为了找到勇齐 中大不顾一切地向楼上狂奔 可厕所里早已经人去时空 就这样 两个患难兄弟自此失去了联系 然而这次破坏行动不但没有替领导分忧 反倒让对手党派抓住了机会 利用媒体大肆炒作 这让党首崔部长十分难堪 为了善后 徐医员只好主动引就辞职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责任 另一边 走投无路的中大过来投奔老江 他恳求老江让他加入黑帮 一来是为了谋个生计 二来这样也能方便他寻找哥哥勇齐 老江对这个能打又重情义的小伙子非常赏识 于是将他收留到了自己家里 女儿小慧为他们准备了晚饭 看似简单的家常便饭 在中大眼里却是从未吃过的美味真摇 老江把自己的尖弹夹到了中大的碗里 这让中大顿时感受到父爱般的温暖 晚饭后 小慧不仅烧好了地板 还送来一床干净的被褥 中大第一次睡上了梦想中的热炕头 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打斗声 一个杀手用刀刺伤了老江 危机关头 中大一脚将杀手踢飞 杀手同伴健壮立马冲了上来 可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大的对手 一番打斗过后 两个杀手双双负伤落荒而逃 老江虽然被刺中大头 但好在保住了性命 然而男老大就没这么幸运了 当天夜里他不幸遇刺身亡 徐元带着张扬二人前来吊咽 他们说自己昨晚也遭遇了刺杀 猜测应该是对手党的报复行为 大哥被杀二哥被废 一夜之间帮派弟兄的士气大错 老江其实早就有了隐退的想法 借此机会他决定金盆洗手 彻底解散了长安邦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老江在首尔开了一家裁缝铺 获起了平凡人的生活 中大也早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他在一家工厂上班 为了报答最初的收留之恩 他将赚来的钱全都交给了老江 可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债主三天两头就到店里来催债 每到这时老江就低着头一言不发 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任凭对方辱骂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中大 为了赚更多的钱还债 他瞒着老江辞掉了工厂的工作 带着一帮以前的兄弟重操就业 在一家舞厅当起了大手 没想到在机缘巧合之下 无意中结识了一位叫明姐的女人 自此以后中大的命运彻底被改写了 明姐是当地有名的富婆 套草地痞发家 身边正好需要像中大这样的人 双方见面后一拍集合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没过多久 中大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生活也渐渐开始有了转机 而与此同时 当年走散的永齐因为上错了车 误打误撞变成了杨基泽的手下 凭借干脆利落的行事风格 短短几年他就做上了天安邦第三把交椅 但很快永齐就陷入了危机 一场残酷的夺权大战即将上演 失散多年的两兄弟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逢 然后他们又能否同心合力闯出一片天地呢 关注我 精彩马上为您更新